我的天,这个发明简直太神奇了 农村小伙子利用几根PVC管跟塑料瓶子就可以制作出 用水当燃气点燃的装置 有了这个装置,一年的燃气费都省了 这真的太牛了 制作的方式也特别简单 接下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小伙子将PVC管切割成四小段 再准备一些索要的盖子跟弯头 碎小零件 接着在盖子上用记好笔画好标记后 打好两个大圆孔跟两个小孔 四个盖子上都要打好一样的孔 接着再安装好接头 紧接着在四个盖子上都装上螺丝杆 然后再套在已经切割好的水管上 另外一端也要用盖子盖起来 为了确保更加严实不漏气 并用胶水将其密封起来 再将四个已制作好的容器 用胶水固定在木板上 接下来再准备四个塑料瓶 把瓶颈切割下来 用胶水固定在容器的圆孔上面 然后再把弯头全部组拼起来 将其接上去 这里比较关键 老铁门要仔细看了 看不懂的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回头可以反复观看 将所有弯头组拼完成后 再把铜线正负级接上去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里可以看到小伙子 用清水装入四个容器里面 然后再插上